这绝对是每个人此生必看的励志电影 它让我撑过了最低谷的那段时光 尤其是这段长达五分钟的死亡爬行 更是被无数影迷们封为人生宝典 有人被感动到热泪盈眶 有人找到了生活的动力 如果当下的生活常常让你感到挫败和无奈 请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故事 他叫泰勒 是一所高中橄榄球队的教练 也是一个十足的失败者 因为在他任教的六年来 学校从未赢过一场比赛 他每月拿着三千块的微博工资 开个十八手下力天天熄火 停车也只能靠绞杀 甚至家里还会莫名地散发出阵阵恶丑 怎么也找不到源头 仿佛是在嘲讽他失忆的人生 就连球员们都嫌弃他 泰勒辛辛苦苦培养了三年的得分手 结果在高三这年转去了敌对学校 而且这已经是第三次发生这种事了 他不禁质问老天这是为什么 不过这一切还真不能说 全怪教练 这些球员没一个喜欢学习 考起师来全是五十几分 所以总是被老师留堂补习 这也导致他们根本没有多少时间训练 就算有空训练也不过是敷衍了事 让球员练习下射球 第一脚踢歪了 第二脚上天了 第三脚甚至直接干在了队友身上 这样散漫的队伍还拿什么来赢球吗 果然不出所料 新赛季才刚刚开始 泰勒的老鹰队就轻松拿下三连败 看到这个结果他终于忍不住爆发了 对着球员们破口大骂 可是队员们已经散漫惯了 这些话对他们来说 根本不痛不痒无所屌慰 接二连三的失败 让泰勒的情绪彻底崩溃 这天他独自在办公室思考了很久 他该如何带领球队走出困境呢 当他下班路过教室时 却听到一众家长正在讨论解雇他的事情 有家长说他人还是挺不错的 可另一个家长立马反驳道 我儿子只有赢球才能上名牌大学 这和他人好不好有什么关系 现实总是这般残酷 没有一个好的结果 又有谁会在乎你过程中所付出的艰辛呢 更让泰勒难受的是 他最信任的助教也在其中 他的心瞬间量到了极点 工作不顺心也就算了 就连想要个孩子 和妻子努力了三年他也未能如愿 他鼓起勇气去医院检查 这才知道自己的生育能力是因为巨大的压力退化 泰勒感觉自己的人生彻底陷入了灰暗 每天凌晨三点 他都会焦虑地睡不着独自坐在客厅 妻子看到后也不知该如何安慰 只能默默地为他祈祷 可妻子越是体贴 越是让这个男人深深地自责 他想不通自己明明比别人更加地努力 却活得比谁都要失败 最后夫妻俩各自抱头痛哭 第二天一早 从不信教的泰勒再也忍不住向上帝祈祷 失败和恐惧已经像巨人一样压得他喘不过起来 而球队里被巨人吓怕的可不止他一个 还有这位瘦小的学生大卫 他是刚搬到这里的新生 家里有位双腿残疾的父亲 自身的矮小和生长环境让大卫从小就敏感懦弱 当父亲鼓励他加入学校的橄榄球队时 他眼里闪烁着渴望和忧虑 他害怕自己踢不好球 更为自己的不够强壮而感到自卑 父亲耐心地引导道 你不能害怕失败 每个人都会有失败的时候 如果你只是在家等着球队主动找你 那我看是没戏了 在父亲的鼓励下 大卫终于鼓足勇气加入了校队 不过因为体格的原因他只能当个Tip 新赛季的三连败他也在场 回去后他竟然告诉父亲 我很庆幸教练没有让我上场 这样我就不会把事情搞砸了 不久后迎来了球队的第四次比赛 在盼的一个任意球时 教练决定给瘦弱的大卫一次机会 父亲也在一旁期待地看着儿子 可大卫这一脚并没有进球 他懊恼地垂下了头 父亲一眼看出他是因为内心的自卑和恐惧 回家时大卫失落极了 他丧气地对父亲说 我真不明白教练为什么要让我上 但现在的大卫并不是很理解父亲的意思 而这次比赛的失利也让学校的高层愈加不满 他们再次找到助教希望他顶替主教练 结果又被泰勒撞见了 但这一次他没有忍气吞声 而是强硬地怼了回去 这天 学校的心理教授觉察到泰勒最近情绪低落 于是他说上帝托自己过来转达几句话 上帝从来都没有放弃过你 你在这里还有一扇敞开的门 除非你自己不愿打开 说完这些他便转身离开 泰勒赶紧追出去询问 那为什么我每天都诚心祈祷 可上帝却从没有眷顾过我 教授文言给他讲了一个故事 说从前有两个求雨的农民 他们一个每天除了祈祷什么也不做 而另一个在祈祷的同时 也会去田里出好地做好播种的准备 老教授短短的几句话瞬间点醒了泰勒 当晚他沉思良久 终于想明白了接下来自己该怎么做 如果想要赢球 那首先得解决球员们的思想问题 让他们知道球队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妻子看着他写满的条条框框说 第二天他便召集球员们开会 问他们来这里的目标是什么 可泰勒却说 如果你们最大的目标只是为了赢球 那么一切都将变得毫无意义 因为即便是冠军奖杯 也会有积满尘埃被人遗忘的那一天 所以赢球只是我们人生中最小的一个目标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怀有自己的信念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挑战自己的极限 彰显生命的荣耀 看着似懂非懂的球员们 泰勒直接把他们拉到训练场 让他们练习一下死亡爬行 刚开始球员们都很有干净 可还没爬到十米 所有人都直接瘫倒在地 然后坐到一旁嬉戏打闹 泰勒问他们为什么不继续练了 一名球员说 像我们这样的垫底弱队 根本不可能赢得了下周五的比赛 既然结果已经注定 那我们再怎么努力又有什么用呢 泰勒文言没有反驳 而是叫出队长阿杰说 接下来你务必要拼尽全力 我要看到你最好的表现 说着他便用黑布蒙上球员的眼睛 然后让他趴在地上 再让另一名看似瘦弱的队员 躺在他背上双腿收缩悬空 这就是被称为死亡爬行的人体极限运动 而且爬行途中膝盖不能着地 阿杰平日的极限是30米 可泰勒却让他爬50米 这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一旁的队员全都幸灾乐祸等着看笑话 但泰勒可不管这些 他继续引导着两人煎熬的向前爬行 果然还没过一会儿 阿杰就问教练到20米了吗 教练说 你不要管道没道 只管尽你的权利继续爬行 此时已经累得不行的阿杰想要停下稍作休息 却被泰勒立马阻止 他在一旁不断地耐吓和鼓励 很快 刚刚那群还一脸戏谑的队员们 此刻全都难以置信地站了起来 因为现在已经到50米了 他们面前的两人竟然还在继续向前 把励力的队员 然后你投手再起来 你不能把励力的队员 你不断过我 你继续用来 你听懂的 你继续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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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继续愉快 你继续愉快 这三个小时期待 你继续愉快 继续愉快 继续愉快 热 你继续愉快 热 我继续愉快 20 more steps 20 more Keep going Brock Give me your best Don't quit No Keep going Keep going 10 more steps 10 mo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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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ep going Don't quit Give me your heart You can't You can't You can't 5 more 5 more Come on Brock Come on Don't quit Don't quit Come on Brock 2 more 1 more 最后阿杰累得筋疲力竭 直接瘫软在地上虚拖地问道 现在一定有50米了吧 而他背着的那个队友抽动着喉咙早已哽咽 因为他们已经爬到边界 足足爬行了100米的距离 泰勒这才告诉他 你刚刚背着一个120斤的人走完了全场 我需要你带领全队走向胜利 我可以相信你吗 阿杰坚定地点了点头 此时一旁的队友突然打断了教练 What is it Jeremy How are you 160 这下泰勒自己都被惊到了 当一个人全力以赴的时候 居然能爆发出如此惊人的力量 现场所有的球员都被这一幕深深的震撼到 就连本想背叛他的助脚 此刻也对泰勒佩服的五体投递 从这天起 整个球队犹如重唤新生 他们一个个跟打了鸡血一样 开始拼了命的疯狂训练 人一旦有了信念之称 所有困难似乎都变得微不足道 经过一段时间的拼搏后 这支曾经懒散的球队终于产生了质的变化 他们凭借着一往无前的信念 拿下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胜利 而努力一旦有了回报 往往能给人极大的信心 他们不仅在训练上更加刻苦 在学习上也变得认真努力起来 常年考50几分的队长阿杰 这次竟拿到了满分 其他队员的出色表现也让各科老师们刮目相看 他们渐渐走出失败的阴霾 一个个都变得和以前大不一样 那个之前踢球经常干队友身上的大位 现在居然可以踢出完美的任意球 还有这个球员迈克 他和父亲的关系很差 因为父亲总是强迫他做事 还想把教练辞退 泰勒得知情况后 反而劝他应该试着尊重父亲 迈克很不理解 泰勒说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会比他更爱你 在教练的耐心开导下 他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这天 父亲正忙着开会 儿子突然出现在门口 父亲还以为他又是来找事的 结果儿子却吞吞吐吐地说 爹 我只是想说我对不起 我对不起 我对不起我对不起 我对不起 我今天跟神上来 我只是想说 从今起来 我尊重你的招待 你所说的 说完迈克便转身离去 看到儿子迷途之反 说出这样的话 父亲已经感动地说不出话了 他好奇地望向窗外 这才明白儿子的改变 全都得益于泰勒的教导 一旁的商业伙伴满眼羡慕地说道 或许只有当了父亲的人 才能体会到他此刻的心情 这天 泰勒正准备下班回家时 突然发现自己的十八手下力竟然不见了 他满脸的不可置信 怎么还会有人偷这坨废铁呢 这时朋友发现旁边崭新的猛禽F150上贴了张纸条 上面说 这辆车是学校送给泰勒的礼物 朋友拉开车门一看 合同上果然登记着他的名字 泰勒惊讶的皮包都掉到了地上 而不远处的迈克父子俩看着这一切却会心一笑 原来这辆车正是他们赞助的 泰勒摸了摸自己为数不多的头发已经感动的说不出话来 他也将这份感动化为了力量 带领着球员们赢下一场又一场的比赛 最后他们竟闯进了半决赛 这可是十年来的第一次 学校更是破天荒的给泰勒涨了工资 当然凡事不可能一直这么顺利下去 半决赛那天 他们遇到了实力强劲的黑豹队 这个球队整个赛季一场都还没有输过 他们无论是进攻和防守技巧 还是身体素质 又或者是球员数量 都远远胜过这个刚刚崛起的队伍 比赛结束哨声响起的那一刻 比分停在了28比10 老鹰队彻底惨败 这也意味着整个赛季结束了 球员们一个个垂头丧气 如果是以前 泰勒肯定会骂得他们狗血淋头 但现在他心里很清楚 这群孩子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泰勒安慰地说道 今年我们取得的成绩打破了校史记录 这已经是个奇迹了 我们已经问心无愧了 似乎积极的人生从来不会被辜负 几天后传来了一个好消息 原来黑豹队违规使用了两名20岁的超龄球员 被协会取消了比赛成绩 这也就意味着老鹰队还有争夺冠军的渴望 队员们一听 浑身的热血瞬间沸腾了起来 可转眼他们就绝望了 因为决赛的对手是一个 蝉联了三年冠军的巨人队 对方不光快投大了他们许多 就连替补的人数都是他们整个队伍的两位 面对这种空前强大的对手 老鹰队根本毫无胜算 泰勒看出了大家心中的恐惧 赛前他慷慨激昂地说道 请扔掉你们心中所有失败和恐惧的念头 因为只要有一丝的存在 他就会壮大成一个巨人一样压得你抬不起头 你们要知道 这世上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竭尽所能奋力向前 无论结果如何 这份荣誉永远都属于我们 不出所料 比赛刚开始巨人队就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打得老鹰队措手不及 他们接连达阵得分 看到这种情形对方的教练骄傲极了 认为这肯定是一场实力悬殊的表演赛 所以他要求球员们必须冲锋达阵 不得使用毫无观赏可言的任意球 比分很快来到了14比0 老鹰队被对方彻底碾压 但泰勒却看出了对方的破绽 他暂停比赛告诉队员们 对方已经在骄傲了 骄傲将会成为他们心中的一头巨人 而这就是我们的机会 只要扰乱他们的节奏 我们就有机会再次开球 比赛继续进行 面对比自己强壮数倍的巨人队 老鹰队用身体组成一道人强 他们竭尽所能寸步不让 几个回合下来巨人队果然出现了疏漏 队长阿杰趁机抢断成功 在好几人的围追堵截下 他仍旧奇迹般的达阵得分 这个小小的胜利瞬间点燃了全场观众的热情 也点燃了队员们心中一往无前的气势 上半场很快结束了 他们将比分追到了14比7 但泰勒心里很明白 接下来对方肯定会派出替补队员拼体力 他告诉队员们 接下来我们必须团结一致 无论是力量还是速度 我们肯定是拼不过了 但我们可以智取 很快下半场比赛正式打响 泰勒安排的战术果然有效 队员们利用假动作和灵活的走位 一次次突破对方的防线 眼看比分即将追平 气急败坏的巨人队偷偷耍起了阴招 直接撞飞了老鹰队的踢球手 尽管他们很卑鄙 但这就是体育竞赛的残酷 泰勒只能让瘦弱的大位顶上 比赛继续进行 双方进入到漫长的拉锯战 巨人队一次又一次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但老鹰队却凭借着顽强的信念竭力抵抗 他们一次次跌倒 又一次次爬起来继续反击 很快时间只剩下最后两分钟 巨人队以两分的优势微弱领先 可因为缺少替补 老鹰队的队员们已经耗尽了体力 教练却一次次的鼓励他们 队员们终于一个个再次站了起来 他们凭借顽强的一直用身体组成人强 阻挡着巨人对不要命的进攻 队员们一次次透支体力 泰勒就一次次嘶吼鼓励 在最后一刻 阿杰终于瞅准机会再次强断成功 然后迅速冲刺 最终停在了50米处 此时距离比赛结束仅剩2秒 他们想要获胜 唯一的机会就是踢进一个三分的任意球 泰勒再次找到了瘦弱矮小的大卫 可他却说自己根本不可能做投资 因为他最好的成绩是39米 但现在足足有50米 台上的讲解员也很不理解 老鹰队怎么会拍一个体重只有125斤的球员射能 更何况此时还是蜜蜂 大卫的父亲健壮推着轮演来到巨人队球门的后方 他高声呼喊着儿子的名字 泰勒这时看出了大卫心中的恐惧 他连忙叫了暂停对男孩说 事到如今 所有支持他们的人只能默默祈祷期盼着奇迹出现 为了鼓励儿子 父亲竟然离开轮椅慢慢站了起来 一旁的人想扶他一把 父亲却说 不要扶我 我要站起来让我儿子看见 他高举着双手为儿子加油 大卫被父亲的举动深深鼓舞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风向突然转为了顺风 大卫不再犹豫 拼尽全力一脚将球踢出 全场瞬间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 泰勒让大家永远记住今天的圣灵 记住今天拼尽全力的自己 他们战胜了巨人队 更准确地说 他们是战胜了自己心中的那个巨人 就像大卫的父亲所讲 我们一旦接受了失败 那生活带来的也就只有失败 所以当我们的人生面对困难和挫折时 面对那看似不可能实现的梦想时 一定要坚定自己心中的心理 全力以赴地去战胜你心里的那个巨人 我们下期见